好 在这边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 本来一Practice Strategy的总复习题 so 我们直接讨论 就不讲example了 diagram below show the graph of function y 等于sin x now one of the solution of sin x 等于0.5是30度 find the other solution of x 所以在这一边 0.5的时候 它是在这一边 这样 过来 ok 然后它下来的时候呢 是这一边 还有这一边 ok so 它这一个呢 是30度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它是30度啊 嗯 就是说 我的sin x 等于0.5 然后 我的basic angle 等于axi 0.5 也就是30度 然后astc sign positive 是这一边 so 这个是data 这个是百八减data 所以我的这个x呢 可以是30度 还有百八减30 所以是30度跟百五度 ok 所以它答案是150度 好 就是这样 好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个图里面 我有y等于cos x ok q 是它的min point state的angle for point p 跟q so 这个是90度 这个是180度 这个是180度 270 360 所以p是90 q是180 所以它答案是d 好 接着 再来这一边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sr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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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ta的话car4x 然后他给我这个是0.5 所以0.5等于4x 我的x等于4除于0.5 我把x乘上去这个除下来 然后拿到x等于8 所以我的x等于8b 好 在这一边他是这样 他要我们找data so 嗯 我们这一边我有一个alpha的存在 ok so 我有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 所以他这个是 0.7071 negative0.7071 我们知道这个90度 这个跟这个长度一样 所以这个是45度 我直接用我的data 等于360度-45度 所以他是315度 解决 ok 然后如果我不要这样做的话呢 我这边是alpha 然后这个是opposite 所以我的tangent 所以我的tangent alpha 等于这个0.7071 除0.7071 所以我的alpha会是等于arctangent 1 然后我拿到的是45度 ok 所以我的data呢 就会是等于360度-45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第四题 which of the falling angle does not lie in the 4th quad so我们知道他是1234 4th quad 是270度到360度之间 所以a不可以 好 然后再来在这一边 sine y等于这样 ok so我的y sine y 会是等于多少度 so我们这一边 我有sine y等于-0.9063 我的basic angle 会是等于arctsine 0.9063 所以我在这一边 shift sine 0.9063 所以我拿到的是65度 然后 嗯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sine astc sine negative是这两个 然后题目告诉我90跟270之间是这两个 所以我的这一个是data 这个是180-data 这边是180加data 这个是360-data 我们要的是这一边 所以我的y呢 是180加65 所以他是245度 所以他答案是c 25度 好 然后 这一边 他要我们calculate 这一个 其实他是 什么 sine without calculator ok so我的tan 45除 sine 30 然后 乘2tan 60的时候 tan 45是1 sine 30是2分之1 2 乘2分之1 ok 所以他答案会变成2 所以答案是b ok so 这一集的答案是 等一下 来 tan s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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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所以这个会变成4square3 好 我把我的这个2乘上去 224 4square 3 所以它答案是D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tg45 然后sine 30 2tg60 所以我用计算机很快 好 接着在这一边是tg加e tg加e的话呢就向上以e咯 so我们的tg的graph呢 是这样的 tg的graph是这样的 这一边是百八 这个是tg x ok 然后向上以e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tg加e的时候 这个是e 然后是这样 ok 所以 这个地方错了 然后这个对 所以它答案是C 好 接着第八题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klm 然后ratio of angle of m to k m to k m k 是3比2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角m加角k是90度 三个加起来百八嘛 这个五分 然后它要我们找kl 所以我找角m了 so角m这一边的情况之下 它会是等于90度乘3除5 ok 就90乘3除5 然后拿到是54度 好 所以54度 这个是54度 然后 然后呃 它要我们找kl的 kl 这一边是opposite 这个addition 然后我们用多 所以我的tg 54度 等于kl 除14 所以kl等于14tg 54 so 14tg 54 19.27 所以这个等于19.27cm 好 第九题 sin t等于sin 26 然后t是在这一边 so我的这个其实是我的data来的 然后我们有astc sign positive是这两个 所以 这个90跟200器之间 90跟200器之间 所以这个是data 这个是百八减data so我们要的是这一边 然后这个是百八加data 360减data 所以我的这个t呢 会是等于百八减26 然后它会变成154度 所以它答案是c 154度 好 然后tangent x等于这一个 然后我们要找cos x跟sin x ok so我的tangent x等于5个12 然后我们的astc 然后我们的astc tangent positive是这两个 然后它是在百八跟270之间 这个是百八跟270之间 所以是这样 so我的basic angle 会是等于art tangent tangent 5个12 so我在这一边 呃 其实我不用把这个角度找出来 可以啦 我把角度找出来也容易了 shift tangent 5个12 然后拿到是22.62度 22.62度 所以我的x呢 是百八加22.62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180加answer 然后202 202.62度 然后我的cos x加sin x so我的这个cos answer 我拿到是减12不13 然后sin x的情况之下 我刚刚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加百八 然后sin sin 5不13 sin17不13 所以它答案是b ok sin17不13 好 然后其实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应该做的方法是这样 标准的方法应该是 它是third quadrum third quadrum的情况之下呢 它应该是 呃 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的x其实是在这一边 然后tangent x over a 5和12 向后走5 向上走12 这边是13 ok 好 所以我的这个 呃 什么 cos x的话呢 卡 k a h 这一个是 o a h 所以我的cos x 会是等于 k 减12不13 我的sin x说 减5不13 所以我的cos x 加sin x 会是等于 减12不13 加减5不13 所以它会变成减17不13 ok好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边它是rombus rombus四边都一样长 ok 然后它说 呃 那一个sr sr是10 qs 是12 这一边是6 然后我们要找tangent 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想象它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它的这一个是6 这个是10 这个应该是8 然后我们这一个东西 这样上来 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x 然后这一边我又有y 然后我的那一个 呃 这个是mr so msr so我的mr呢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10 square 减6 square 然后那是8 然后它要的是tangent x so tangent x 等于negative tangent y ok 因为我们知道 我的那个x等于180度减1 so astc negative 只有sin positive tangent是negative tangent y的时候呢 这个是opposite adjation hypertenus over a 8.6 所以它会变成 减8.6 然后也等于 减4.3 所以它答案是a 第11题 答案是a 好 然后12题 它要我们找 这个什么 without calculator cualculator 不用cualculator 来算这一题 所以我的square root 2 cos 45 加 part sin 30 它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2 乘1 square root 2 加 8 乘2 1 加 45 d 你看我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2 然后cos 45 加 8 sin 30 我拿到的答案 15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第13题 ok 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y y等于sine x cos x 然后呃我们这一边 它的 这一个就是我的sine x 等于cos x 这两个点sine x等于cos x 然后我左边除cos 右边也除cos 然后我们就有tangent x等于e so我的x呢会是等于tangent e 这个不是x 这个应该是basic angle so我的basic angle 然后我们要知道tangent x呢 是等于sine x除cos x 然后这个是45度 然后我们有astc 所以我的这个x呢 是在这两个 这两个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data 然后这一个是百把加data 所以一个是45度 还有一个是百把加45度 所以它是45度跟225度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p是45度 我的q是225度 然后我的2p 2q 减3p 就2乘225 减3乘45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2乘225 减3乘45 然后是315度 315度 so它的答案是b 315度 好 接着在这一边 它是两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jkl 然后jkl 和kmm 然后我的ijk 跟kmm都是直线 它告诉我sine x等于45 然后km 是30 ok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先有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个是x km是30 ok so 这边90度 opposite hypertenous so 题目给我sine x 我自己找sine x sine x 是km 分30 所以我的4分5 等于km分30 所以我的km等于4分5乘30 然后24 所以我的km我拿到24 这一边4乘30 这一边4乘30 除5 24 然后jk等于203mm ok so我的mm会是等于什么呢 我的mm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30 square-24的square so我这一边square root of 30 square-24的square 我拿到的是18 然后我的jk 题目告诉我 jk等于203mm 203乘18 612 所以这一个是12 所以kl等于lm kl等于lm 1212 然后jk 这一个也是12 然后他要找tangent y 哦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 这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的直角三角形 他这一个是jk jk 然后这一边是2 这边是2 所以我知道这一个会是等于45度等要对等角 所以他的这一个是180度减90度再除2 就是45度 然后我的那个呃 那个j就非常简单 这个y so我的y等于180度减45度等于135度 然后我接着要找的是tangent y的话呢 是tangent135度 然后就拿到的是-1 ok so 这个的答案是-1 so 呃 -1 ok 好 其实 我在这一边呢 我其实还有另一种做法 另一种做法应该是这样 我在这一边我有data data 然后我的tangent y呢 然后 我的y呢 是180-data 所以他是astc second quadrum 所以他会变成negative tangent data tangent data是什么呢 这个是o 这个是a 所以他是negative 12 12等于-1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到计算机 好 接着我们看第15题 ok 好 第15题这一边呢 他是一个dang 然后 呃 直角三角形 10米 然后ur是5米 然后st等于305rt st so 我在这一边st等于305rt rt是10 然后拿到的是6 所以这边是6 这边是4 然后他接着要我们找cost data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一边是4 这边是5 这边90度 然后这个是我的data 然后这个是我的data 这一边我给他alpha 然后我的这一个 data呢是360-alpha astc cost cost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cost data 会是等于cost alpha 我要找cost alpha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a 这个是我的h so 我的s u s ru ok so 我的s u 这一边呢 是4 square 加5 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有square of 4 square 加5 square 然后square 41 所以我的cost data 等于cost alpha 这个是square 41 然后这个是square 41 k a h 5 square 41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 5 square 41 所以它这一个 会是等于 0.78 09 好 就是这样 好 这一边我就把 普朗尼 practice strategy 的总复习 讨论完了